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郑少秋的名字可谓是家喻户晓 他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一出道就收获了大批的粉丝 因为出众的外形,他还收获了《秋冠》这一美称 在郑少秋主演的多部影视作品中,最为经典的就要属楚留香传奇了 郑少秋的楚留香依旧是最经典并且无法超越的 甚至在影迷的心中,郑少秋一直是古装第一男神 除此之外,郑少秋还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角色 比如《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大时代》中的丁谢 《书见恩仇录》的陈家洛等 郑少秋所演绎的所有角色大多都是正派的 但同时又都是多情的 而多情这一点,郑少秋从戏里延续到了戏外 他曾有过三段感情,一共生下了四个女儿 大女儿叫郑安怡,是郑少秋和第一任妻子卢慧如生的 郑少秋的第一段婚姻非常短暂,没有情感积累 没有相濡以沫的相处,就仓促地构建了家庭 卢慧如不是娱乐圈中人,生活不履的参差 两个人因性格的差异不得不走向离婚 离婚后郑安怡跟着母亲远走 比起忙碌的父亲来说,跟母亲一同生活更加合适 所以郑安怡由她的母亲卢慧如一手带大 郑少秋在公大女儿读完大学之后,便再也没有见过她 如今走在街上恐怕两人都已互不相识 这也成为了郑少秋最大的遗憾和亏欠 相比于第一段婚姻的平平淡淡 郑少秋的第二段婚姻可谓是轰轰烈烈 一个是在中国香港影坛中如日中天的喜剧明星 另一个还是一个还没混出头的新人 为了捧红郑少秋,沈殿霞还减少了自己的工作量 当起了她的经纪人,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为她铺路 也许郑少秋是为了感激沈殿霞的照顾 也许是日久生情 最终两人结束了11年的爱情长跑结为夫妻 婚后沈殿霞生下女儿郑欣怡 可惜在沈殿霞生完女儿后没多久 两人就已离婚收场 一时间抛弃妻女复兴汉成了郑少秋的标签 原来郑少秋在拍《楚流香传奇》的时候 恋上了同剧组的关金华 那时候她还是沈殿霞的丈夫 女儿出生没多久 郑少秋就抛弃妻女与关金华在一起 多年以后伴随着沈殿霞的离世 郑少秋也成为了千夫所指的复兴汉 作为一个新二代 郑星仪从小就被演艺圈所熟知 她在身材方面和妈妈非常相似 郑星仪曾一度瘦身到108斤 但是在这背后也经历过许多的痛苦 因为长期结识患有严重的胃病 2014年 她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一篇《富胖告白》 她公开讲述自己因为肥胖而受到的嘲笑 和减肥过程中的心酸史 最后她也表示不想再委屈自己 要开始健康的生活 沈殿霞去世后将遗产全部留给了女儿 但是她规定郑星仪到35岁才能将遗产全部取出 在此之前郑星仪每月只能领取一笔固定生活费 2022年5月30日 郑星仪踏入35岁 意味着她已到指定年龄 继承母亲沈殿霞留下的6000万港币遗产 在母亲去世后她就开始进军演艺圈 先后出演了一些影视剧 之后她还进军歌坛 一首《女神》让她一战成名 这首歌还被评为年度女性之歌 她也凭借这首歌包揽多个颁奖典礼的单曲奖项 郑星仪之前开演唱会时 父亲郑少秋为其加油 郑少秋演唱会也邀请了女儿郑星仪 两人在台上热情拥抱 还合唱了一首歌曲 父女关系之所以出得这么和谐 都得益于沈殿霞良好的教育 虽然郑少秋对不起沈殿霞 但是沈殿霞让女儿不要记恨父亲 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郑少秋的第三任妻子 是当时插足她和沈殿霞婚姻的关金华 关金华为郑少秋生下了两个女儿 郑永恩和郑永夕 也许是出于对之前两个女儿的亏欠 郑少秋便花足了心思和精力 放在两个小女儿身上 两个女儿的外貌也继承了父母的优点 长相比较出众 从小被父母培养的很有名媛弃者 一家四口俨然成为了幸福的模范家庭 比起他们的两个姐姐 这对姐妹花要幸福很多 郑少秋在事业上无疑是成功的 但她的多情却是她人生中的污点 现在郑少秋和妻子关金华感情稳定 希望她能收起风流 好好对待关金华 不要再重蹈覆辙了